民间传说中臭名远扬的黄鼠狼 性情凶残 让人又惊又怕 连农户建了都要躲得老远 如此凶悍 自身还携带生物武器的小家伙 为什么建了仓路就要夹着尾巴 还被仓路荡成灵嘴 仓路如何捕捉警觉性极高的黄鼠狼呢 他真的不怕黄鼠狼的臭气炸荡 大自然中每天都在上演着弱肉强食的精彩场面 每个野生动物都有着自身的防身逃脱手段 黄鼠狼在自然界中也算比较出名的 毕竟用臭气熏走敌人虽然让人不知 但是逃生了 不管手段是不是下作 好用就行 常在江湖走动的黄大仙也是深谙慈礼 常常用皮熏走一批批敌人 而且他的屁不只是气味胖臭 还有迷惑敌人的毒性 对敌人有一定置换作用 时间一久 臭名远扬 大家也就会躲着他走了 都不用动手 靠着自身优质调解 直接刷掉一批想要偷袭他的敌人 真正做到了让他们望而生畏 而且黄鼠狼是人类也觉得很难对付的生活 别看他戏场的身躯 看起来好像很娇小好揉搓 但是这个小家伙的性情可不那么温顺 甚至可以说是凶残暴虑 面对比自己体型大的猎物时 他会先啃脖子 然后吸食其血液 等到猎物失血过多快没有意识的时候 再吃掉内脏和血肉 冷血残暴至极 他因为体型娇小伸手非常敏捷 警觉性极高 时常保持着高度警戒的状态 人类的陷阱并不容易让他上当 为了吃上猎物能蹲守一小时 放着鱼虾不吃却喜欢捕捉黄鼠狼 苍鹿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猎手 苍鹿是大型水鸟的一种 看完他的样貌只想用四个字来形容他 细长且瘦 他还有一个外号叫长伯狼 可见他的脖子足够细长 除了脖子 还有他的嘴和脚 也是长得尖细而新手 苍鹿的脖子常常缩在肩膀之间 还喜欢单脚站立 另一只脚缩在腹部下面 稳稳地站立着 他们性格沉稳淡定 极有耐性 行动还特别灵敏 在捕尸和休息时 总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气质颇像一位气定神贤的高人 他们经常成队或成小群体活动 在潜水中行走捕尸 食谱上大多是鱼类和昆虫等 别看他们常在水边 沼泽等地觅食 但是他们却把家安在树上 在树上筑巢的时间 大概一到两个星期 筑巢结束后就开始缠络 他们往往是夫妻二鸟共同养育孩子 小仓路在大约四十天左右的时候 父母会带着他们在巢穴附近 学习步入社会的一些捕尸本领 捕尸的时候 他们会一动不动地站在潜水中 一站就长达数小时之久 两只圆圆的眼睛紧紧盯着水面 一旦发现有过的鱼群或其他水生生物 立刻伸长脖子去啄食 行动非常快速敏捷 当然 一味地吃单一的食物 就算是冷静淡定的苍蝇 也有吃腻的时候 他们一旦在水边看到有黄鼠狼出现 也会把他们列入当天的食谱 尝尝新口味 聪明狡猾且臭味傍身的黄鼠狼 为何会沦为苍蝇的食物 苍蝇是如何捕捉黄鼠狼的 黄鼠狼拥有凶残 暴虐的性情 平时的行为活动也是极其激进 他们经常咒服夜出 善于钻动和游泳 如此激进的黄鼠狼 竟然会成为苍蝇的盘中餐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喜欢在水边出现 成功引起了苍蝇的注意 按照苍蝇有耐性 沉温冷静的性格特点 他们盯上的六恐怕很难逃脱了 于细节之处见真知 可见冷静的做事 真的可以拥有更好的结果 就如苍蝇一般 他们极其耐心的等在水边 沉着冷静的等待猎蝇出现后 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灵活的反应速度 上去就是一口 结实的咬住黄鼠狼 即使黄鼠狼拥有很高的激景性 但是依然没有抗住苍蝇又长又尖的嘴 黄鼠狼狠觉得凶猛 在淡定的苍蝇老大哥面前也渐渐无力 起初还能疯狂的扭动身体试图挣脱 可是奈何苍蝇的嘴坚硬有力 紧紧的咬着黄鼠狼 淡定而冷静 意思也不松口 而且他们还有一招 就是将黄鼠狼叼到水边 一次一次的反复在水中涮来涮去 黄鼠狼小小的身躯 哪里招架得了这种猛烈的折腾 这种时候他们连对的苍蝇放屁都已经无法做到了 一整套流程下来 估计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淹死了 由此可见 即使是凶残的黄大仙遇到苍鹿这个冷静的天地 也是毫无招架之力啊